今年以来这个疫情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 很多人觉得说有些悲观 尤其在个人发展或者说家庭很多方面 我倒是觉得其实还是有些机会 因为我看到了现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 很多人走出来了 像我的有些朋友他们做一些什么事呢 就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 比如说消毒杀菌的工作 配合政府的防御部门 那么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还有一些呢 因为大家宅在家里宅久了是不是 变胖了 他们也做一些那个就是针对性的减肥计划 这样的话呢 其实帮到别人 然后自己的事业又发展 还有一些的话呢 包括一些互联网公司 大家知道什么苏果多啦 这个哔哩哔哩啦等等 因为大家的沟通和心里的一些按摩啦 或者什么的效果也还不错 那么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做 传统的行业 加上新的一些科技 其实现在总体上还是对于 这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包括最近的大家知道呢 就是说美国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也好呢 在贸易 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上 对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分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自主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国家也很支持 老百姓也很支持 所以的话呢 包括5G啦等等 文工智能 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 我也有很多的机会和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这个疫情中后期 区域经济的复苏 那么我们也建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 这样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种决策 决策机构可能也希望听听我们的想法 所以我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邀请 但是疫情的话呢 也不敢到处跑 现在疫情好一点的一个是咱们国内 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德国也还可以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看到就是可能韩国和日本 相对也还可以 包括中国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台湾地区 其他地方呢 疫情还是比较重 尤其是我看到的像印度的俄罗斯这样的话呢 就是本身底子也比较薄 然后疫情很重 这样的话呢 也不知道怎么样能支持或者协助他们 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 作为个人来说 把自己弄好就是对家庭很好的责任 把自己把家里的事弄好 就是对国家很好的责任 先不受贡献 先别给政府添乱 别给国家添乱 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添乱 是吧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第一步 我现在就是每天呢 就是保持很规律的作息 读书 喜欢读一些经典 然后我觉得 等到疫情结束了以后 我还是比较很大的决心 还是觉得坚定要推动 参与 和分享 这个全球化 所带来的这个盛宴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毕竟是对的 虽然说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更多的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做一件事情 我本人做一些事情的 这个思考的原则 是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并不是难还是不难 因为人生很短 能做成一件事就差不多了 所以的话呢就是 还是想继续在推进全球化上 做一点自己历史文集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多交流 然后多多指导 我们一起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